男人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逃出监狱 只见他脱下脚上的鞋子 当场就变身成了憎恶的模样 原来这个变身成憎恶的艾米尔 在被绿巨人浩克打败后 他便被关进了洛杉矶的特种监狱 不过有一天市民们发现 艾米尔时常会悄无声息地跃跃 去地下黑市打拳击比赛 晚上后 他还会返回监狱继续他的服刑 原来能让艾米尔来物影去物踪的人 居然是卡姆太基新的至尊法师老王 虽然老王每次帮他出去后 都会劝他留在卡姆太基 但艾米尔依然坚信要改过自信 想要通过公正的方式获得自由 于是他便联系上了专门 唯一能人辩护的律师女浩克珍妮 希望他能帮自己赢得自由 珍妮在了解一番情况 并正得表格班纳的同意后 他还是答应了帮艾米尔辩护 但在停诊现场 艾米尔为了证明自己本就有能力随时逃出去 只见他当场就来了个变身 说完艾米尔拿起披风 则又变回了本来的样貌 但法官们在受到一番惊吓后 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了艾米尔的角色 这时坐在一旁的证人老王 这才说出了他的证词 虽然法官接纳了老王的证词 当听同意了艾米尔的角色 可下一秒法官却说 说完老王开启一个传送门 立马便离开了 直到有一天 一个男人正在舞台上表演着悬浮术 本因为他只是个普通的魔术师 可下一秒 只见他掏出一个玄见 就把其待在了手上 间接着他便在空中画起了圈 不一会儿的功夫 在女人身后则出现了一个传送门 原来这个男人 竟是被卡姆台阶逐出世门的多尼 随后女人刚一转身 他立马就被传送到了 至尊法师老王的身边 老王为了避免多尼继续使用法术为所欲为 于是他便找到了身为律师的女豪克寻求帮忙 很高兴见到你再次见到王 我怎么能帮你 最近 Done has been using our sacred teachings in his shows practicing the mystic arts with our proper training not only endangers people it risks untethering the material and astral planes Did Mr. Blaze sign an NDA or non-compete No Book of a Shandy No the book of American Loss 说完 詹尼决定还是陪老王去找多尼谈一谈 然而当他们见到这个多尼表明来以后 对方却说 说完 男人还秀了一波 想要证明他不逼老王唱 老王见状 于是张开嘴 就把刚才消失的球给吐了出来 隔天 多尼则又继续了他的表演 随着男人手指的摆动 他居然当场变出了一只白鸽 紧接着 鸽子在环绕一轴后 被落到了一旁女人的手里 但鸽子刚一飞走 女人的手上竟然多出了一个蛋 可这时女人发现 这个蛋竟然动了起来 下一秒 一个小家伙则破壳而出 从里面钻了出来 可当女人还觉得这玩意很萌的瞬间 这家伙竟然突然变大 掉到了地上 男人见状 立马开启了一个传送门 然后上来一脚就把气给踢了进去 但就在下面的观众以为 这真的是演出的安排时 那个蝙蝠怪却从下面又爬了上来 并且更糟糕的是 蝙蝠怪还把他的整个家族都给搬了出来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来到老王家中 想要寻求援助 可老王走出去后 他发现下面的蝙蝠数量太过庞大 于是他便又找到了热恋中的女浩克珍妮 随后这俩儿则返回了战场 可这时珍妮发现 被他踩了一脚的蝙蝠怪 居然是打不死的小墙 老王停后 于是打开一个时空门 让珍妮把这些家伙全扔进去 随后老王关闭下方的时空门 会有着手里的光辨 缠住一只蝙蝠就把气给扔了出去 不过珍妮这边 在把一只蝙蝠重重摔到墙上后 这家伙竟突然变大身躯 疯狂的向珍妮冲了过来 为了能够苏战速决 只见老王又使出了一招细心大法 这才将蝙蝠们全都给清场了 完事后 女浩克最后被送了回去 包着她的小男友便走进了房间 可到了第二天一早 她的男友竞争不出了 变回本来样貌的珍妮 但这个男人挺后 似乎对眼前苏妍的珍妮并不感兴趣 于是打开门立马走了出去 啊 感谢观看